金融大哥刚刚看到的是CNBC分析报导 台湾的大选 那华尔街日报事实上也分析报导 这个台湾的半导体的强项 可能北京短期内也不敢轻举妄动 我想台湾半导体的强项 已经是存在好多年的事实 所以有细顿这个说法 那以现在当然我想北京可能不会采取 也不敢采取一些过 过于激烈的行动 因为这个影响 像Bloomberg他就曾经说 如果真正两岸发生了问题以后 大概会影响全球 大概两兆美元的这个GDP 那这是非常大的比 甚至比这个 就是说COVID-19还要严重了一倍以上 所以台湾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可以看得到的是 就是美国因为对中国的这个AI的晶片 实施禁令 那这个禁令呢 NVIDIA原先像在2023年 他用降规的A800 H800要出给中国大陆 结果在2023年10月份 美国又发布禁令 连A800 H800都不能够输出到中国 那接下来NVIDIA呢 他可能就是会用更降规的就是H20 L20 还有L2这三个降规的晶片 那不过这个降规的晶片呢 因为它降的可能这个性能降的太过分了 也就是说大约如果以 比如说跟A800来比较 这个H20呢 说不定只大概20%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 对于中国大陆的云端的运作商来看 他们用这些晶片要去做人工智慧 大语言模型的训练 事实上远远不足 所以呢 当时他们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用华为的就是升腾920B 那升腾920B呢 看起来运算的性能可能还好了 训练也还OK 不过其实比这个NVIDIA的这个A800 或是H800还是差很远 但是勉强可用 问题是良率很差 中国虽然被禁了 但是呢 美国的媒体 他们去爬梳这个中国的一些公家机关 或者是比如说 甚至跟军方有关的研究机构 发现因为他们的招标 他们还会列出来 我买到什么样的产品 他们发现可以小量买进 A100 那个更最先进的A100 H100 A800 H800 都可以买到 但是量很少 那个这个显示一个什么样的事实 这比较美国还有漏洞啊 这还有黑市啊 简单讲就是 所以NVIDIA说我绝对没有卖啊 当然NVIDIA讲这个也绝对正确啊 但是呢可能会透过比如说 卖到这个台湾 新加坡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甚至其实美国的有一些 它的经销商 他们会透过各种管道 因为这个我们讲沙头生意 没能 有人做了 赔本生意就没能做 所以即使是沙头 这个有很大的利润 不过这个还是小量 应该比较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美国他们发现 很多中国大陆很多去拆那个游戏的卡 因为NVIDIA以前他就是 就是他的GPU的卡 对对就RTX 比如说RTX40704080 这个就是很高阶的 他把那个里面的 因为NVIDIA在卖 就是卖整片卡 那你整片卡就游戏卡 你放在你的电脑里面 这个都很贵啊 那个一片卡都是上千块美金 他们就去买这些卡进来 把里面的GPU拆下来 放到别的电路板 这个可以做AI的用途 因为中国有一个机构 他们发展了一个软体 就是用这个 发现性能非常不错 不过这个主要 他可能用在推论方面 如果要用在训练 因为我们知道 人工智慧基本上 有几个过程 一个是深度学习 那么就很多资料为他 这个叫训练 训练以后叫有推论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坦白讲 中国人还是有一些 还是蛮聪明 有一些人 他们会找一些 其他的这个管道 那接下来我们来 我觉得可能要跟各位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2023年 对 全球的全15大的半导体供应商 排名第一名台积电 排名第一名台积电 第二名英特尔 第三名是NVIDIA NVIDIA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NVIDIA 它2023年的营业成长了一倍 那我们来看 您看这15家半导体公司 只有5家是正成长 对 NVIDIA当然是遥遥领先 其他的正成长的公司呢 是谁呢 基本上一个是 博通 还有一个是 英飞零 英飞零 E发 E转ST 电动车车用的 主要 然后NXP NXP也车用 对 也就是说跟车用有关的 不会受到2023年 警惕不好的影响 往下滑 所以AI好 车用好 对 那超尾不好的话是怎么样 PC PC Intel不好 超尾几乎打平 对 因为超尾有GPU 有这个绘图的部分 那么呢 很不好的是记忆体 记忆体就是三星 海力士 摔了37个percent 海力士也摔了 美光也摔了很凶 这个我们看 整个半导体景气 你从2023年 全15大的半导体公司 就可以看得到 那么台积电摔很少 因为它经验代工 所以记忆体是摔得很凶 另外还有一个摔得很凶的是什么 智慧型手机 对 所以智慧型手机 高通 联发科 他们衰退了 不过高通它有一些其他的 因为高通可以有 授钱军 授钱军的这个收入 它车用方面 最近也是大幅的成长 所以联发科 最近它也是 就是说手机摔得很凶 所以联发科也往车用 那甚至联发科 他们开始也要开发这个 PC用的CPU 它会跟NVIDIA来合作 所以我再打个岔 记忆体事实上是压力比较大的 所以今天南韩隐席月说 他要不惜一切代 就要赢回这个半导体 因为南韩事实上是 相对影响比较大的 对 我觉得是 其实是这样 这个是在文 就是说文在寅的时代 就已经他们有做一个 半导体的K K-band的 那个整个Korea的 那要投资的机会 其实看起来 4000多亿美金 但是你看一看 台积电这三年来 就超过1000亿美金 一家公司 然后后面再整个投资 所以 但是它不是一年 不是三年 它是十年 那韩国的厉害是 韩国主要 三星和SK海力士 主要都是半导体 主要都是记忆体 这两家公司 在2023年是 非常的不好 但是我觉得 2024年 他们会起来很多 因为AI要用 很多的记忆体 要用很多的 比如说是 高频宽的Dram 也因为它要很多的记忆体 所以NameFlash 也会跟得起来 因为尤其是 AIPC AI手机 为了要储存 很多的参数 它要用很多的 这个记忆体 所以韩国 我觉得 今年2024年 它的半导体 应该会 大幅的换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